歡迎收看給你點上新燈 今天我們節目繼續來看 2017年2月11日 連身法王盧聖燕 主持台灣雷葬寺的 丁友年新春祈福大法會 盛樂金剛護魔的法語開始 她的所有一切的鬼 到了寒色南山雅色 我不知道耶 因為這個鬼也會夜襲啊 夜襲 趁著這個晚上的時候 三更半夜 我睡著了 他來找我 而且來的是千千萬萬 鬼的頭目跟鬼所有的兵 全部一起來 我半夜三點這樣 他醒過來 他嘴巴 從嘴裡面跑出一尊 大力金剛 還有我周圍 我有安的不動冥王 安的不動冥王護法 結果不動冥王一尊跟大力金剛一尊 兩尊變化 成為他們同樣的倍數 一共打了二十分鐘 你說打了二十分鐘 工夫 港湖景墊 這個不動冥王跟大力金剛港湖景墊 殺了這些千萬的鬼兵 片甲不留 片甲不留 我再怎麼喊他 再怎麼喊這些鬼 他們都不敢來 我已經在法座上喊了很多遍了 最後被黑面金墓 把那些鬼給他收走 但是呢 還沒有完喔 他又重新再招請 但是已經 他那個力量 已經不夠了 力量已經不夠了 變成掰咖 現在可以叫他 掰咖鬼伯 掰咖鬼伯 真的 絕對的 他一定身體也受了傷 身體一定有受了傷 他身體一定受了傷 一定要去醫院啊 看醫生的 其實滿同情他的 他養了鬼被收了以後 他又招請 但是這些鬼 已經沒有那個 以前那些鬼的能力那麼大 以前那個鬼的能力很大 現在新招請的這些 比較小一點 力量比較小 更不敢來找我 所以我現在大聲 還比較大聲的說 好大賣照 要找就找我 好大賣照 老夫啊 老夫 天不怕地不怕 鬼不怕 就是怕美女 那立法委員洗漱花 這個洗漱花 他長得很美的 我很怕他 你看 他問我事情 我都跟他保持距離 跟我問我事情 我跟他保持距離啊 你問我什麼 我跟他說 你不用怕你一定會距離啊 我跟他講 你一定會中 我保證 那個洗漱花 我說你一定會中的 絕對沒有問題 我會看你的氣啊 他滿有這個正氣的 而且還有秀氣 又有秀氣 又有正氣 他一定會中的 我還有好幾個立法委員 都來找我 我會不會中 我跟他講會中的 統統都中 像時代力量的 洪池庸 對啊 他來六樓問我 我可以不可以選 立法委員 我跟你講 我跟他講 我就跟洪池庸講 包中啊 你包中 你一定會中的 一定中 如果我跟你講 講的是怎麼樣 再繼續努力 你要再繼續努力哦 我跟他不敢保證 這就是不敢保證了 不過講 師尊講話不能講說 一下子就講說 你不會中 不可能這樣子的 師尊的人很有禮貌 一定跟你講 再繼續努力 你要聽話聲 聽要聽話聲 你聽話聲你就知道 我還是切一點 為什麼切一點 你只是大 而不是太 太就是有一點 大就是切一點 我們那個鬼伯就是大 但是少一點 就是如果多一點就變成太 師尊是太 師尊是太還是大 你看嘛 講 中第一 第一講 就是我們中國中的弟子 上回也講了 上一回也講了 會中大獎 中國中會中大獎 你知道三十億耶 那時候是三十億耶 現在幾億 現在幾億 八億 有人講八億 三十億的大獎 四個人中 其中就是有一個 征佛中的弟子 這一次獎 這一次獎 社會中大獎 你看 真過切到 距離今天才一個禮拜吧 剛好一個禮拜 他在真過切到 他中了第一獎 中了第一獎 盧思尊講話 不會騙人 那洪職庸 跟他的爸爸媽媽 到了六樓 洪職庸 立法委員洪職庸 到了六樓 然後我們這裡的六樓 問我 可以不可以選立法委員 我說包重 他就中了 喜思華問我 我可以不可以中 我說你包重 他也中了 因為喜思華很有自信 喜思華也很有自信 我一定中 我說剛好 保重 保重 都問我 我跟他說會中 我如果不中 我會說 你要繼續努力 這樣就是不中了 但我們講話 修行人講話要客氣一點 會中的馬上就跟你講會中 這個是沒有替代的 這中獎是沒有替代的 修行也沒有替代的 好消息 在連身聖尊的心中適合感想 讓我們細細的去了解這一位 創紀錄寫書的法王作家 盧聖雁文集最新著作 煙與唯唯 詳情請電 0492312992 這講一個笑話 小明在學校打架 老師叫他明天帶家長來 放學以後 小明立刻跑到公園 花五百塊 雇用一位正在下棋的老頭 第二天 老師看到小明跟老頭便問 小明請問這位是 小明說我父親 老師連忙叫小明先站在 辦公室外面 然後輕聲的問那個老頭 阿爸 你在外面有一個這麼大的孩子 媽知道嗎 所以師尊說謊 這是講百分之百的話 沒有替代的 所以講重就重 有一個人 他第一個兒子是經濟學學士 第二個兒子是工商管理碩士 第三個是博士 第四個是小偷 鄰居就講 你為什麼不把第四個兒子 他講出去呢 那個父親這樣子回答 他是唯一有在賺錢的 其他都還沒有工作 告訴大家 人的確是有因果 你看 他當然 他當然 他能夠選上總統也是有原因的 他有因果關係呀 他有因果關係存在 他是完全的素人 他只是一个生意人 开赌场 做房地产 赚钱做生意的 政治以前从来没有 他是素人 叫做素人 奇怪了 他怎么能够当总统呢 他有因果 因果存在的 你如果深入去观察他的因果 知道你就会了解他为什么是当总统 我看他的影片 这个 跟所有的美女都在一起 非常的羡慕 因为他是贤美 贤美他是主席 贤美 所有的美女穿比基尼的 都跟他在一起 看他的影片 他是跟四个模特 他这两只手 这左勇右抱算什么吗 他是左右所示抱 然后他嘴巴也忙个不停 人家就能够这样子能够当开赌场 这个左勇又 左勇士抱的能够这样子当Person 这是哪里来的因果 当然是有因果的 当然在这里不好讲 不能随便讲 除非他请我去讲 你学会了圣热金刚啊 你能够知道七世的因果 七世因果 七世因果 所以我们这个有一个鬼伯啊 他能够前面知道几百世 后面知道几百世 所有几百世几百世 你相应了圣热金刚 不过能够知道七世而已哦 直到七世而已哦 他能够 这个所以哦 他是画老虎跟兰花的 画老虎跟兰花的 就是后男 后男 不要随便相信人家 鬼伯啊感应到 这个年龄上师啊 是师尊的儿子 他说他前世因果 讲前世因果 说这个年龄上师 是师尊的 这个前世的儿子 再来呢 这个我们的接班人 为了提早接班 这个师尊还没有浪位 七十三岁了还坐在这里 还没有浪位 身体还好好的 所以我们年龄上师啊 就把师尊打了一顿 打了一顿啊 打了一顿 这鬼伯 你是不是有问题啊 你的观察力因果方面 是不是有问题啊 怎么可以讲年龄上师 打我一顿 打我一顿 我现在就拿棍子 打他三顿 而且免掉他的接班人的位置 这老夫虽然老啊 还有一点武功啊 你要打我还不容易呢 我跑起来可快的 所以这样子吹牛 也会有人信 真的是阿嬷的 生乐金刚 他能够了解前面七十 后面七十 师尊相应的姚之金 益皇宫的那个委员在这里 好几个委员 益皇宫的委员都在这里 都在这边 益皇宫的委员在这边啊 大家知道 我是在益皇宫里面 跟姚之金母相应 他给我开天眼的 我这天眼一开啊 到了天上界跟地下界 游历一个晚上 游历整个晚上 我跟你讲的是 切切实实的 益皇宫的都可以证明 基尤厂在益皇宫看盟的时候 我在益皇宫跟姚之金母见面 他给我开天眼 这个写在多少年前啊 我二十六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写 二十六岁的时候啊 我讲莲花童子的时候啊 你那时候还在 可能还在 吃奶 应该 应该比较大一点 对 你那时候是什么莲花童子 早得很啊 老前辈在这里啊 老夫所吃的盐 比你吃的米还多啊 对不对 这样对不对 对 好消息 人生法王如盛宴返台 在台湾雷帐寺 每周六主团护魔大法会 请您珍惜每周的法人 详情请殿 零四九 二三一二 九九二 台湾雷帐寺 从《淡烟集》到现在 法王作家卢盛宴 已经写书五十年了 人生的所有时期 如今在连生圣尊的心中 适合感想 让我们细细地去了解 这位创记录写书的法王作家 卢盛宴文集最新著作 这位讲一个笑话吧 我老婆很有偏财运 她买股票就涨 买房子 房价就涨 她的朋友就问这个人 那你干嘛愁眉苦脸 这位先生回答 他刚刚帮我买了 这个人寿保险 我们刚刚在这里给大家 振分的 振分的很多人振分 希望他们 虽然不是同年同夜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夜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夜同日生 白头偕老一起走 这是最好的 师尊成佛的时候 你们大家一起都成佛 对不对 我们偕佛的人 不要自私 不要自己成佛 自己误了道 不理别人 要普化众生 普化众生 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 大家一起成佛 大家一起到极乐世界 大家一起成佛 大家一起快乐 马来西亚 以前的马蜜种是那个 现在是连太 连太 那个高层主上师 他人家汇报到这个马蜜种 从所有的分堂 汇报到马蜜种的 就汇报 他会集中起来 汇报到马蜜种 这鬼博气过的分堂 突然间发生了很多的自杀的事件 很多的精神失常的事件 很多睡眠没有办法睡的事件 都是在鬼博气过以后 所发生的 另外 那天跟这个巴拉玛 藏宏雷藏寺 一起吃饭的 藏宏雷藏寺 连宴连喜上司 两个 他们也讲 藏宏雷藏寺 也有这种现象 就是说 要有这个猝死的 有精神失常的 有晚上睡不着的 也都有这种现象 那就是 以前的 他所供的鬼 所做下来的 不好的事情 利益了自己 就牺牲了别人 师尊不会这样子 要利益自己 也要利益所有的众生 这个叫做 我们学佛的人叫做 自利利他 自觉觉他 自己觉悟了 也要帮助别人觉悟 自己本身有了利益 不管别人死活 那是不对的 自己有了利益 也要给别人利益 不可以去伤害 我们善良的 生活中的弟子 你修这个生的金刚法 他有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益处 这个诸天不能伤害 何况是鬼或者人 可要生则生 可要生则生 要死则死 也就是生死自主 生死自主 可以允生 允生 允生 写了这个法以后 你本身的力量非常的大 你本身的力量非常的大 师尊啊 写法写这么久 这个 我有一个侄子 现在二十几岁吧 这个 师尊 这个 有一次 他看我 年纪比较大 跟我阿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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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为一下子就可以把 因为他那时候他是做这个 汽车修理 汽车修理的那个 的那个鸡弓 那时候要很有力 黑手也很有力 他跟我阿秋巴 我心中笑一笑 没说什么 我就手伸出来 给他 我不动 他怎么样子用力 我都不倒 我说 你用完了力量吗 他说用完了 用完了 就给他打 具有金刚之躯啊 你还是非常有力量 师尊也透过自己的 衣服 脱衣服 我们这个 农委会的主委 前农委会主委 他说 哎哟 那孙尊 七十岁 要有这个身体 没什么简单 师尊是有恋的人 也是金刚不坏之身 金刚之快之身 我不是只有练四支啊 你知道吗 那第五支我会有人练 粉丝 我刚才喜欢 月 汇